JQuery的工具,一般性还是会用一些,图形化界面目前用的最好就是比这个,其他好像,你们可以再找找看,我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用的工具,所以如果其他找找,那这个地方的话,记得就是我们先做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先帮我产生一个固定的哦,那固定的是指的是这一块,这个区块, UL到UL,然后它的DataRaw一定是ListView,DataSync是E,这是黄色的,然后呢DataInset等于True,意思是说外面留一个外框,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连结到一个空的连结,然后打一个紧,那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那前面一定是LI对LI,第一个,但是第二个, 我要做一个静态的,诶,特别说要静,不跟这样,上面是静态的,下面是动态的,那动态的跟静态有什么差别哦,其实特别注意哦,这个动态的哦,其实是从,什么静态的把它拿来改,那改哪些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基本上哦,诶,当然一定要撰写程式啦,不过撰写程式之前呢,我们的界面有差别在哪里, 那我是刻意比较一下,这个上面的东西,到这里,那特别就是哦,你可以把上面的东西Ctrl-C,Ctrl-V之后,贴到哪里呢,贴到这边来,那你会发现哦,贴上来的东西哦,请记得把中间的LI,全部都删掉, 那就是说我的项目哦,不是这个在,就是他在设计的时候加上去,而是这三个项目呢,我是当我怎么样网页启动的时候,我再自动帮我加到这个Lights-R-View里面,ok,所以特别注意哦,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程式呢,把它复制,贴到底下,中间也许你可以多一个P啦, 多一個段落 多增加一個東西 因為我將來要控制這個UL 所以我勢必要多 在UL後面 也許你手動加一下 手動加上什麼 它的ID ID名稱我取名叫List 這個一定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要控制它 所以如果你沒有給一個ID的話 那我沒有辦法去控制 這個清單裡面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也許你做的流程 基本上是先做一個固定的 然後呢 再把固定裡面的項目拿掉 多增加一個ID OK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我要做什麼呢 開始來做程式的撰寫 那程式的撰寫怎麼做 接下來一樣在上方 這個一樣head上面 那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其實這個寫法跟那個之前 我們Click的寫法 基本上幾乎是一樣的結構 那我故意盡量寫成一樣 因為這樣比較好記 但你也可以寫得比較簡化 你可以把那個 底下那個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這個NodeList 其實直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中間這個方形放在裡面 不過我覺得還是分開好了 因為這樣結構性比較清楚 上面就是當什麼 當那個我的這個Document.Ready 就是說當這個文件 它載入之後 那做什麼呢 順便幫我執行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叫做什麼 叫NodeList 這個方法在哪裡 這個方法在下方 OK 那當它執行完畢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裡面 這個方法裡面到底寫什麼 首先呢 關鍵在這裡 宣告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叫Node 裡面的話是空的 OK 這個Node 然後這個變數名稱自己取的 預設值裡面是空的 意思就是說它是一個自串變數 接下來的話呢 我把這邊改成程式碼 拉過來一點點 因為這個寬度好像有點不太夠 OK 這個是預設值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將來 我要去串接什麼 串接底下的LI 那LI總共會有三個項目 那我要怎麼產生在底下的LI 可以透過它幫我串接 串接完之後 最後再幫我塞到那個Listurview的中間就好了 那怎麼塞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宣告它 第二個這個我想跟前面一樣 有沒有 宣告一個students new一個array 裡面放三個東西 那012 OK 然後呢一樣去跑回圈 4 這個其實程式幾乎一模一樣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一段程式 其實可以從剛剛那邊複製貼過來 但是中間不一樣 中間本來是alent 有沒有 把它跳出那個小丸子小浴花輪 但是這裡喔 特別說我不是alent出去喔 我是怎麼樣 我是去把它串接起來 串接 那你想說串接什麼 這個not 這個變數裡面就是加等於 意思是not等於not加上什麼 加上 特別注意喔 它預測只是空的 所以第一次跑什麼 跑前面這個東西 前面這個東西有沒有似曾相似 哪邊出現過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有沒有 其實是不是一模一樣 欸 意思就是說 我等一下小丸子有沒有 我要把它放進去嘛 那我等一下需要什麼 我需要就是中間剛剛砍掉那一段嘛 對不對 有三個li對不對 那我就要把那三個li怎麼樣 先變出來 那變出來的話就是 反正就是先給那個頭 然後再放一個什麼 放個小丸子 那因為它的初子是 初子是零 所以先抓到小丸子 把小丸子放過來 再串什麼 串後面的東西嘛 那不就ok了 那因為它跑回圈嘛 那跑幾次呢 跑一次 跑兩次 跑三次 三個人對不對 好 那不就全部串在哪裡 串在那個not的那個 變數裡面了嗎 應該可以理解了 ok 好 串完之後的話呢 那最後呢關鍵來了 後面兩行 很重要 怎麼樣把那個not 放到清單裡面 欸 特別注意喔 一樣是什麼 去抓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不是有取一個名稱 ID是類似的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有個關鍵叫append 欸 這個方法 append的意思應該 我想可以理解啦 其實很多 這個很多物件裡面都有這個方法 append嘛 串在後面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說 就幫我把它放到清單裡面嘛 ok 所以以後喔 這一招非常好用喔 很多那個資料庫欄的資料 都用同樣一招 全部都可以放進你的清單裡面 沒問題了 或者像什麼jason檔有沒有 像很常從外戶抓jason過來 然後一個jason物件 也是一樣跑個回圈 那逐個逐個逐個抓有沒有 一樣就類似的程式 append 那我們的清單就會被放到哪裡呢 放到中間的那個區塊 所以我們剛剛砍掉的部分 就把它加進去了 加完之後記得喔 還要再做一個什麼 把這個清單做一個動作 refresh 應該可以了解意思吧 重整一下 重整意思吧 幫我把那個清單喔 加進去東西喔 讓它重新整一下 然後呢 把清單顯示出來 ok 所以這樣就完成了喔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呢 顯示出來的結果 就會看到這個地方 那當然如果你後面 如果再加一個人喔 其實豆點 再加一個人 他一樣會怎麼樣 會幫你再增加啦 反正你就是 再加一個AAA好了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在重新 當他載入的時候 那這個AAA就會出現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正列 那你也可以再試 未來也許 我們可以再試著 比如說外部的檔案 外部的資料 外部的資料庫的東西 也可以放進來 一個清單就顯示了 ok喔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那我也要把剛剛的畫面 放上去了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